大大的白布条就挂在里内的入口处 为了反对养猪户来设厂 内海里结合镇头 北港以及野鸟学会组成自救会 坚决反对养猪户 虽然养猪户已经向农委会递出申请书 也跟里长协商 但里长态度强硬 因为里民饱受过养猪场的臭气问题 因此表达坚决反对立场 临近我们镇头有三个养猪户 内海这边有两个养猪户 所以说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闻到这个味道 那个饭都咽不下去 所以里民本来就很受苦了 再增加一个受不了的 不知道怎么生活 申请两百头以下不用反品 如果他过了之后 好几千头都有 因为这是用合法的入非法 所以他们那个业者 那个话都不能信 所以我们里民现在饱受很多的痛苦 拉百部条抗争只是希望养猪户 知难而退 如果坚持设厂 里长不排除会用更强烈的手段 甚至可能以风路来抵抗 如果他设置计可准 我们也是不准 我们里民全部都不准 所以一定事实抗争到底 其他自然而退 应该找个合法更合法的地方 有政府辅导的地方 设备完善的地方来设置 对业者对里民大家都好 如果你坚持要设我们要封路 我们会做自由委员会 搭报那个帐篷 我们联合做几个驴 准备长期抗争 里长认为 申请设厂的养猪户虽然是200头以下 但难保日后会扩增数量 目前内海里已经有两个养猪场 希望养猪户可以找其他更好的场地 记者吴永淳 桃源报道